希望有一天可能這些想法會消失 這是我對於磨刀的期望 這個行業的期望 我想推廣磨刀這個傳統文化為我終身的目標 平時香港人改一些戲名或者產品的名字很喜歡食字 我也是用了這個道理 然後我本身我自己姓周 所以想到怎樣跟刀有關係 就想起一個俗語叫周生刀武將來 我就覺得既然我磨刀是雜貌刀不利的時候 不如將這個通俗的想法改變了它 就叫周生刀將將來 就可以改變到大家原有的想法 以及可以吃到我自己的周字 就是這樣 為何會打算開一番授徒呢 因為始終我自己一個人懂磨 但我總有一天是無法磨刀的 變相如果我無法磨刀的時候 就變相又沒有了這件事 倒不如就教識大家這個技能 讓大家以後都可以有利刀用 因為我自己本身的初衷 就是希望每個人都有一把利刀用 即使我不在這的時候 都可以持續到這個理念下去 因為我自己很喜歡煮食 那我未磨刀之前 我家裡煮飯 我都經常幫我媽媽磨刀的 所以我對煮食都挺有興趣的 而且我很奇怪 那些人說我不想煮 就在街上吃 我反過來 我不想在街上吃就在家裡煮 那就是有少許廚藝知識 其實沒有甚麼很大的意見 因為我之前我去讀廚的時候 他們都沒有甚麼特別說 很反對 好像他們一向都沒有所謂 最重要是我堅持多做的事 還有有興趣就可以 那時候我在國際廚藝學院讀 那時候的廚房的刀 其實大部分都是非常鈍的 然後那些刀很鈍 你切得很辛苦 所以我就在想 其實有甚麼方法可以煮理它 那我想到其實有一個叫磨刀 那問題是 我說不懂這件事 我的老師都不懂這件事 那我就決定去研究一下 怎樣磨你一把刀 或者怎樣才是一把好的刀 磨刀的特別技巧 最重要是手腳協調 然後人要保持專注 基本上很多初來的學生 都發生了類似的感受 就是要很專心 然後手的協調要很穩定 那你才可以磨得好的刀 我已經磨得很久 有些所謂技巧的東西 我都已經入了血了 那就是入了血了 其實如果我的技巧 上課教學生 你要跟著這樣做 一步一步去做 但是我自己磨得很熟 其實我已經很輕鬆做到 就算不跟著那一步 都可以做到一些理的效果 我想最小的學生 應該是18歲 我沒有記錯 他是一個剛剛畢業 然後出來做處的一個 是一個年輕人 然後最大 我想一下 六十多歲 退休了 退休 但他本身又很喜歡煮東西吃 當是來上課堂 興趣玩玩玩 其實我覺得 在香港是挺有趣的 因為可能 有些人覺得作物都很特別 但是你可以看回過去 可能七、八十年代 六、七十年代 這件事是一件很普遍 其實每個家庭都會做的事 但是去到某些 可能不知為何 就失傳了 沒有人做 變相做回一件 其實以前很普通的事 就變得很特別 我覺得是挺有趣的 甚至乎 其實在某些國家 這件事都是一個 比較普通的技能 並非在香港這麼稀有的事 但是去到香港這件事 就變得很稀有 我覺得是挺有趣的 很搞笑的 無論是我賣的刀 我上的課 甚至乎我磨的刀 是一樣會有人說 嘩 你這麼貴 但同一時間也有人說 嘩 你這麼便宜 我覺得這個現象 是很有趣的 但是發覺 其實那個 事物的價值 就不是由其他人去斷定的 你明白到本質就可以了 我知道我這件事 可以幫到你的 當然你願意給這個價錢 你就給我 就是這個意思 因為有些客人真的上完我的課 嘩 你給這個價錢 我學到這麼多東西 你幫幫忙吃的 又或者有些學生說 嘩 你收到這麼貴 有沒有人上的 就是很有趣的 同一時間是有人這樣說的 所以我覺得是 挺有趣的 你把刀 多久不可以 就沒有一個很 標準的標準 我要可能三個星期 一個月半年 很特定的日期 但是平常來說 如果你是一個家庭主婦 然後你是每天都會煮飯的話 一個月至三十日 這樣 其實一個月 或者兩個月 無可遲 都是一個很基本的量 視乎很多東西 譬如你把刀的物料 物料的硬度 你用刀的方式 你的砧板 你設些什麼食材 還有你的使用量 這些全部都會影響到 為什麼現在市面上的刀 這麼便宜 但是其實很多人面臨的問題 就是 是的 他的堂買了一把很便宜的刀 他頭幾天會很好用 但是那些很便宜的刀 往往的質素 是非常參差的時候 他可能用了一個月 他就燉了 他沒有理由 每個月買一把新刀 雖然說他有錢 有能力這樣做 但是一來很浪費 二來都花時間 還有一件事就是 一把刀 他全新開封的時候 往往不會讓我開封 更加鋒利 我磨完之後 可以保持久一點 還有可以更加好切 所以這個是 純粹把新刀回來的 對比之下的分別 我之前有一次試過 上門去幫自己 見磨刀和教他磨刀 那時候經歷挺有趣的 因為 約我的不是他本人 就是他老婆農家衛約我 那時候我不知道是他 我去到的時候 就看到 為何這麼熟口臉 然後我看到我鄭伊健 我都沒收到 他是鄭伊健 我在想 這麼熟口臉 這是誰 之後 我心裡想 是否鄭伊健 但沒理由 開口問他 這麼尷尬 在言言之間 聊完之後 就發現 原來他真的是鄭伊健 他反而非常友善 而且他有很多 探話 很多問題問我 我覺得 這個挺有趣的經歷 我沒有特別去想 什麼 我最想 總之是想 將這件事普及化去 在這一刻 大家會聽到 哇 磨刀這麼特別 但我希望 聽到有一天 其實原來 大家都懂得磨刀 我希望有一天 大家對這把刀 都有要求 我希望 不會有一天 有人會做 有人會說 我買一把刀 都可以 我新的刀 一百多元 不用找你磨 我希望有一天 可能這些想法會消失了 這個是我對於磨刀的期望 這個行業的期望 平時 為什麼會教班 其中一個就是 推廣多些文化 我上磨刀班 除了教式 你怎麼磨一把刀之外 也會教一些關於刀具的知識 譬如我看很多人問 我這把刀可不可以切這件事 我這把刀用來做什麼 坊間其實大家很多疑問 又或者用碗底磨刀可不可以 為什麼磨刀器磨完不利 磨刀棒有沒有用 大家有很多這些疑問 但是他們又沒有人解答它 所以我在堂上都會解答這些坊間常見問題 或者一些迷思 令到大家對刀的認識增加了之後 同一時間都會對煮食 或者刀的要求增加了 另外就是可能有些學生 他覺得我上課很麻煩 我也會有自己的刀賣 就是賣一些不會太貴 但同一時間很有質素的刀 希望大家可以用一個比較便宜的價錢 但體驗到一個良好的主食體驗 就是這樣 其實磨刀這件事 就不只是說磨刀 磨利器 基本上磨世間的利器 原理都是一樣的 無論你磨剪刀 磨鍊刀 磨劍 磨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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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磨 пров普通的廚多 也好 原理都是一樣的 最多只是手法上的東西不同 所以我可以說 一理通佛理明 磨利器這個事情 我自己就覺得要保持住一個 其實我自己什麼都不懂的狀態 我平時就算我出一些帖文 或者寫一些文章 或者我個人的想法就是 我要保持住我自己處於一個 什麼都不懂的狀態 我才會突然去找一些新的東西 即使可能有些人覺得 你磨刀現在很厲害 但其實我覺得我還有改善空間 我可以怎樣磨你一些 甚至乎有些刀上的知識 上課我根本不會教的 但是有些學生問到我 如果我不懂得答怎麼辦呢 我都會繼續去鑽研 我清楚明白整件事的時候 我才可以有能力去教識別人 同一時間再進步 戲女也有的 因為在我未說是 雖然我現在也不是出名 但是在剛剛開始 在剛剛開始的時候 不是很多客人找我 那時候我也是回兼職 再加一間磨刀 一半一半這樣做 往往那時候更加多人會 feedback 就是我六十元把刀 又會有人說貴 八五元把刀又會有人說貴 所以我後來發現 我是迎合不了所有的人 但是在那個時候 就算我收六十元把刀 都會有人覺得這麼貴 而找我客人又不是很多的時候 會覺得戲女說 其實做不做得下去的 就是我可不可以賺錢 都會有這樣的念頭 但是我最後也是堅持做下去 出一些帖子 介紹一下 給大家知道 慢慢客人再介紹一下 傳下去 不是自己扎自己 但是我覺得我在教人方面 我覺得是比較擅長一些 因為我很多時候 有些人自己做某些事情 就很厲害 可能是一個博士 但是到他傳授知識的情況 他沒有考慮到學生的情況 譬如學生本身是一張白紙 你說的話之中 已經包含了很多專業名詞 其實他會聽不明白 或者你用了自己的角度方向 和他解釋的話 他會聽不明白 所以我在教魔刀班的內容 全部都是一些很顯淺 盡量用一些口語的方式去解釋 同一時間都會牽涉一些 一些專業的知識 但是用一些人話 所謂的解釋出來 讓大家會容易一些理解 還有會由幾個方向入手 就是不只是那句 不會只是教魔刀的 因為如果只是教魔刀 但是你又會問 那這把刀怎樣磨 為什麼這把刀要這樣磨 或者是怎樣選擇魔刀石 就是會出了其他衍生的問題 所以我就會說 怎樣去選刀 一把刀的結構是怎樣組成 還有是怎樣選擇對的魔刀石 和適合你的魔刀石 那我會全面少少說大所有的東西 就是這樣 魔刀這件事 在香港就很稀奇 但是 我可以用另一個比喻 就是 我會比喻 為一個貼螢幕貼的行為 貼螢幕貼當然有技術分高低 但是貼螢幕貼 不會是一部電話的全部 而魔刀都只不過是一個 刀具保養或者做刀的其中一個過程 所以 與其說 磨刀是有一個組織 或者是一個怎樣的機構 不如說 在最作刀具整個流程 就有一個印證 這個在其他國家是有的 做刀這件事 但是 雖然磨刀只是其中一個過程 你想知道自己的刀利不利 很簡單 就可以拿一張A4紙 然後你可以試一下 拿著一張A4紙 在旁邊戒進去 如果你可以很順暢地戒進去 其實你的刀就不利 但是我也挺肯定 香港家庭的刀 我想九成都做不到這件事 如果你是做不到這件事 其實你的刀就真的要磨 很多人會問 我要選多少號磨刀石 我要去到多少級 我經常會用音響 或者攝影這些來做比喻 就是說 你的耳聽得出正一點的聲音 你就把多些錢放進去 你把照片看得出漂亮了 你就把多些錢放進去 反過來 你發覺你找不到那個極限在這裏 你就留在原地沒有所謂 沒有人會怪你這件事 同樣地磨也一樣 你覺得一千夠的 你就磨到一千 這封利度 如果你覺得不夠的 你就再上 如果你真的感受到一把磨完三萬 這個木掃的磨刀石的刀 你覺得有分別 你就想到這個磨刀石 這個是很個人的事 是不需要 因為別人告訴你 其實磨到三萬沒有意義的 又或者別人告訴你 其實一千不夠你 是甚麼沒有意思的 你最重要遵從自己 你覺得你感覺到的東西 遵從它便可以了 磨刀石 這個磨刀石 就跟沙子一樣 一樣是有一個號數 這個號數 這個號數越小 就代表著越粗 號數越大 就越幼滑 那 平常來說 一把刀 經過一千號 這個磨刀石 就會有一個 我自己認為 一個基礎 在磨刀石 就是說我切得開一些食物 但是我又不會是一個非常爽快的感覺 然後你想再追求爽快一點 就可以慢慢磨幼一點 磨三千、五千、八千這樣升上去 我最近或者近來發現 其實大家本身對刀的認識不多 而都不是單單香港人 是全球的人認識不多 往往就會有很多不良的商家 就買一些劣質的廚刀 但是包裝到樣子很漂亮 然後用一個非常高的價格買出來 就去哄人去買 所以我就希望改善這個環境 就是讓大家有足夠的知識 或者能力 就可以辨別到什麼叫好的壞 就不需要我捉住他的手 說這個是好 這個是壞 其實有想過 也都有人挑戰過 我就說 其實有人上來學磨刀 他會問你學完磨刀 我沒有證書拿走的 往往就是很多外面的興趣班 或者一些課程 他們上完課之後有證書 是一個社會的認證 但是現在磨刀雜線沒有 而我都希望它有 就讓大家可以更加認可 還有對於這件事有些規範 就變成了不會很雜亂無章的感覺 我有想過 我為何會做刀這件事 是否就是命運的事 因為我的朋友跟我說 其實周字是刀字無的 然後我在想 其實是否我出身注定 就是會做這件事 我有想過 但沒有剛巧遇到的事情 就是剛巧的 我想推廣磨刀這個傳統文化 為我終身的目標 可以說是 好 好 好